现在我们开抗拒尺来渲染一下 开一下抗拒尺来渲染 F10抗拒尺来渲染一下 勾上吧 给大家讲过的话这些都是 模糊也打开 它的模糊也打开 改成稍稍大一点 再来看一下效果 给大家看 测试的效果 就是我左边和右边的这两张图片 我们大概的测试了一下 由于参数开的比较低 所以有一些它没有反射到的地方 或者没有光子没有反弹到的地方 它这个地方会出现破面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参数性的问题 这个大家不要过多的去管它 后面我们把参数调高了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现在看到这样两幅图 基本上冬天的大致效果就出来了 我们还要对一些植物进行调整 大概的这个效果也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材质的动画做出来 把材质水的动画 水的动画做出来 现在的这样一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 在nois里头让水流的稍稍慢一点点 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 0针的时候香味可以震 0针 可以震 到了这儿200的时候 我们给个3或者给个5都是可以的 给个5 这样材质的动画就做成了 这个都是之前讲过的 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对这个植物进行调整一下 太少了 感觉到 调整一下 主要看一下大致的效果 这个地方挂了一颗角 这个挂点树是显得比较好看的 最后一步调整完这些以后 最后一步就是对整个场景添加一些配景 比如一些植物的小品 植物有了 我们需要添加一些小品 比如人 比如一些商业的东西 因为是在室外 这个地方我们对人进行一个添加 将我们之前已经制作好的点换存导入进来 进行一个人物的摆放 每一个人都在 每一个人都在 单独的进行调整 但个人的就不用管它了 因为是冬天 所以说我们要将他们的服饰改为冬天的服饰 我们按MG 我们找一找冬天的服饰 女的冬天的服饰 我们找一找 我们找一找冬天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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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冬天的服饰 搭配一下冬天的衣服穿 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地方也是 好将它们改为冬季的服饰 类似冬季的服饰 在这上面我的资源有限 再讲解一下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相应的摆放 这个都是很简单了 可以隐藏在里 这样编语摆放 这样编语摆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多少少的摆放 广场摆放一些人 冬天也不需要站太多的人 有一些人稀稀稀稀的就可以了 在这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也不过多的浪费时间去摆人了 再次对他进行一个渲染 类似的说的一切都应该是一个冬天的一个效果 当然在最后一点要告诫大家的一点是 我们做冬天雪景的时候 尽可能的让它的立面的墙上不要出现雪 因为正常情况下立面墙上是不会落雪的 只有顶面平面的时候会落雪 所以说是这个对今后的一个工作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不要让它落雪落到它的车里面上面了 在这我就不过多的讲解了 只是用这个案例告诉大家一个做雪景的常用方法和常用步骤 接下来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大图的调整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浏览我们的动画 看一下我们的速率 整个的速率 速率是比较缓慢的 所以说在这以前速率比较慢了 那我们还要对它进行一个光子的设定 首先打开渠染器面板 F10 打开渠染器面板 跟之前是一样的步骤 我们选择 隔着泡光子 一般是20都是可以的 我的大图是1020乘以576 所以说我这可以是500可以是450 这个地方我们设置为450 小一点点 我们看一下比例有没有问题 1020乘578变了 576 577都是可以的 不要相差的太远了 450 到这 置换可以不用高 这个两次三次都是可以的 那雪景反射更加丰富 我们可以设置为两到三次 现在我们再总体看一下 它的玻璃的质感也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不够好的话 你可以在测试的时候 再进一步的再调整一下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取掉 给大家说过的 这些地方取掉 为了防止重面 改为0.01 这是可以的 不用管它 不用管它 这个地方也不用管它 到了这儿以后 设置为漏 50乘以50 标准的 渲染设置 光子叠加 这个之前都是讲过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 这个步骤完事 Ctrl加S 为了避免闪烁 我需要把人踢出来 为了避免闪烁 我需要把场景中动的物体隐藏 这是场景中可动的物体 箱台隐藏 接下来我选择人 将它隐藏 进行光子的渲染 等到光子渲染的结束 好 跑完光子以后 跑完光子以后 我们测试一下单针 测试单针 024乘以576 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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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选择 我们刚才的光子文件 VRMAP 不用管 不用管 我们对最后一站进行一个测试 跑完光子以后 我们渲染正图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这种雪的这种感觉也就出来了 表面上的这种感觉都是有的 这些植物肯定还是有点大了 在做的时候 还要往调的细致一点 可以放小一点 比人都高了 好 大概在1米4 1米5左右的样子都可以了 在短暂的渲染 在短暂的渲染 过后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的一个效果 左边的是我在第100帧测试的一个效果 右边的是在第150帧测试的一个效果 一个单帧的效果 大家若是觉得在这个效果中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比如还应该增加一些景观元素的东西的话 那么这种方法 以上的这些步骤 其实我们也没有白做 但是光子我们需要重新的去再跑一遍 因为它模型的修改和模型的移动会严重影响到光子的信息 所以算出来的光子就不一定对 所以说最后的程度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大家在做的时候 尽可能的在前期就把这些所谓的因素全部都考虑进去 不要等到事后出国量 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些场景中 老师我觉得有些材质的一些颜色 或者一些贴图 我想更换 那我和很明确的可以告诉你 那这样是可以的 我们不需要再重新跑光子 哪怕在最后一步的时候 你都可以对它的材质进行调节 对材质进行调节 但是灯光是不能动的 因为我们已经宣出了光子 它需要光一个运动轨迹 以上讲解的就是雪景案例的制作方法 包括一些我对雪景的理解 倒数大家的是雪景应该如何去做这么一副雪景的动画效果 这一讲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